我跟你講我不要再等了 想到就行走 柯文哲令出必行超級行動派 假日早上 北市府一級主管齊聚 衛視大運籌備做功課 但柯市長的精神喊話 還在談自己的 一日雙塔520公里長征 機會有利有準備的行程 一日雙塔真正最有成功能力 就是那一句話 去高雄 高雄到肯定那一段 我現在完全沒有記憶 我都不喜歡怎麼記完 過風地表最強阿伯 柯P超自豪 過人體力與毅力 突發奇想要北市府公譜 有樣學樣 我在想 因為我們要跟深等的 不如要有去參加 一日雙塔或一日雙塔 這就證明你的體力跟毅力 才說一日雙塔下次再也不幹 柯P卻給公務員出難題 一日北高或一日雙塔 列為深等考 這場笑翻了卻也錯了一段 跟著說深等要一日雙塔 那怎麼達到 有網友酷訴的說 不如是一天兩個蛋塔 你說為了要深等去騎一日雙塔 起笑就 當場昏倒 我當然想騎 同年紀的 他可以 我應該可以 柯市長審來一句 嚇壞首長們 雖然是後澄清開玩笑的 但總是突然拋出 不成熟的政策構想 再轉彎收回 最近作風引發輿論關注 恐怕也累壞公譜 開玩笑了 我要講真的 這個計劃好像全錄完 台北報導 還挺不得生的 這個計劃好像 太年了